那么今天是2013年11月7日 农历是11月初五星期四 好听众朋友们 在每星期四的前面的这个15分钟的台长会跟大家说一些 我们这个白话佛法 好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讲 实际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真的要明白 我们要消除身上的一切污垢 就是我们经常说要恢复真实的如来本性 实际上如来的本性就是我们的佛性 当一个人放不下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本性就比较肮脏了 因为你对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追求着 所以你就根本不能看到自己的本性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实际上要放下一切 因为我们来到人间 什么都没有带来 所以我们愿意放下一切 我们来人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来 所以等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什么也带不走 既然带不走 也没有带来 我们还不如放下 所以很多人放不下 就是感觉自我太多 因为佛菩萨心中只有众生 没有自我 所以菩萨就放得下 而凡人因为有了自我 他才会执着于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来到这个地球上 这是一个临时的家 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们又吃又喝又拿 到了最后走的时候 还要说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我都要带走 自然会让你带走吗 这是地球上的东西 因为你到地球上是临时居住的 你就算永久居民 你也是临时居留 还不如早一点放下 不要在自己万般无奈的时候 才放下 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活在人间 要恢复自身的本源和本性 就是要早一点放下 早一点放下 就会让自己更多的自在 更多的安详 所以既然带不走 我们还不如早一点放下 要有出离心才能修好佛 出离心就是要有离开六道轮回的决心 我们不能在六道里再轮回了 我们在人间里吃了太多的苦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再也不要到人间了 我再也不要做人了 我再也不要吃轮回失苦了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想一想人多可怜 一个好朋友离开我们了 一个孩子离开我们了 一个亲人离开我们了 都是没有永久的 当你喜欢这样东西的时候 他很快也会离开你 当你离开了这个你所喜欢的人 你心中会慢慢的成空 还会成恐 成荒 成恐 所以懂得人生 是一个虚假的 是一个像我们说 不实在的 虚无的梦幻 所以这样你才能懂得有处理心 阿弥陀佛就有四十八大愿 他每一个愿力 都是为众生想的 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哪一个 哪一句 没有为众生呢 他们每一个愿力 都是让我们不要在下辈子六道轮回 这就是要出离啊 所以当你离开了苦难 你会得到了境界 你会真正的跨越苦难 所以我们要慈悲 要懂得出离心 要懂得离苦得乐 因为没有出离心 你不会懂得不失啊 不失的人就是知道 我不能留在身边 这些东西不属于我的 所以要不失出去 很多人 为什么还不肯 把自己家里的一些 马上要过期的东西 都不肯给别人 还有很多人 家里的药 多得不得了 当别人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都不舍得把它拿出来 他要等到他 下次再生病的时候再吃 这就是舍不掉 他因为以为 在这个世界 那是会很长很长的 所以 他满足了幻化幻觉 他在暂时的 他在暂时的拥有 暂时的富有 所以他没有出离心 他就永远脱离不了 六道轮回 很多人因为感觉 今天自己吃得很好 物欲充足 很开心 满足了 当你满足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往上走 不会考虑到 我接下来会不会受苦 觉得自己很满足的人 就想满足下去 而等到苦难来临的时候 等到他不能再满足的时候 他才想到 我快快的要离开这个幻化世界 脱离六道轮回 这个时候 你的觉悟晚了 你的机会 时间过了 那么你只有承受着六道的痛苦 所以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要帮助所有的友情众生 我们要让他们明白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知道别人受苦 怎么样理解所有的友情众生 这是我们学佛要度化众生 解除众生的痛苦 学佛真是很难 有时候境界不通 万事皆空啊 有时候一想的通 万事皆通啊 要好好的学 好好的想 在家里平安的时候 在自己很平安的时候 就要想到 我很快就会不平安了 这个时候 你才能念经 想一想 很多人 在无为的困惑当中 在烦恼当中 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一生无为 没有修为 一生烦恼 最后 要死的时候 他是最惨的 他会问自己 我真的要离开人间了吗 我真的 不能再和亲人见面了吗 我真的要 舍去了 我所爱的房子 妻子 孩子 所有的一切吗 当你得到的 回答是肯定的 你难过呀 你痛苦啊 你看见了那么多熟悉的脸 看见那么多爱过自己的人 你还看见 还有那么多物质 你喜欢的 你不舍得 你离不开呀 但是 无奈 瞬间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 师父希望你们跟着台长 要学呀 学一种 永远的 永久的 东西 要学一个境界 学一个 佛性 要在胸中 在心中拥有 胜过一切的 佛性 心中的富有 胜过你生活当中的富有啊 心中的知足 胜过你在人间 得到的任何知足啊 心中能够知道 我们人间结束之后 可以有一个回天之路 超脱六道轮回 这就叫福气 这才是真正的在人间 没有白来啊 听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要好好的 珍惜人生 珍惜佛法 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缘分 一个人生活在缘分当中 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缘 一个人要消缘 寻找缘 还要救缘 就是要救自己的缘分 明明知道这个缘分 会给自己造成心灵的 灵的创伤 你要救缘 救缘就是要修缘 就是把这个缘分要修好啊 当年 寄功菩萨 法号就是称为修缘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学佛学佛 学佛是学智慧啊 学佛是学智慧啊 不能在人间一错再错 不能在人间旧业未除 新业又造 这样你就离开悟太远了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要懂得利用人间这个天地人来好好的把自己的三世因果好好的还债还清 好好地懂得人不能就这么活着 人要活在光明之中 人要懂得珍惜生命 珍惜时光 人必须要有智慧 而且要有真的智慧 人间的假智慧不能让你真正的超脱和脱离 所以想脱离因果脱离六道 一定要真修真学啊 学良心 学真心 学本性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学好佛 用好佛 行好佛呀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个节目呢 只能到这结束了 因为每星期四 台长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说十几分钟的我们的白话佛法 好 那么接下去呢 就开始呢 给大家呢 开始我们做悬疑问答节目